20. 《蘋果日報》2007年12月3日報章 E.十一名彩論壇 G.G.西雨拜佐丁山維港水質前奢事蝙蝠俠來香港拍外景 曾有報導說蝙蝠俠本來會從直升機跳落維多利亞廣,製造驚險一幕 但後來這個鏡頭取消了,原因是維港海水污染,跌落水會影響男主角健康 後來導演見記者,講明無此事,如果劇情需要的話,男主角一定不會適身 這日有機會見到教授W.醒起他是海洋生態控制污染專家 於是問他,兩條問題 一,可否在維港游水? 二,維港水質是否日益污染? 雖過舊時,嚇親外國人,教授W.主持一個海洋環境研究所 得政府大力撥款支持成為卓越學域 Area of Excellence 對維港及透露港的水質變化療如指掌 他們創製了一件人造清口,不食得的,而是化學合成品 放入海中,量度海水的含重金屬量及其他污染物質 十分準確,已經被好多個國家採用,容易監控海水清潔度 教授W.說 一,維港水質適宜游水,但田海田得多,水流太急,不宜游水 二,維港水質其實是越來越好,只不過有兩個死角 一個是啟德機場跑道之南,一個是昂船洲一帶有污水處理工程 兩道都幾臭,她再講下去,左丁山就不明白了 於是她叫左丁山去她家,與她的一群生物系同學重聚 包括大學校長矢、前許老爺新聞秘書、其他等等 但時間不合,只得作罷,她們一群生物系同學當年每到冬天 就要全系一齊到新界郊野露營採集標本,考察環境 故此培養出她們一群人的團隊精神 既然十位八位同學重聚,翻武校與二三千人重聚,又好唔好呢? 十二月九日星期日下午十二點開始,中大校園有個中大校友日 校友與子女回校可參觀最新樂城之中大考古博物館、文物館、大學圖書館 而同節目《攤位遊戲》、參加回到課室精選講座 有劉遵義校長講The Economics of Healthcare 建築系何培斌教授講校園建築 中醫教授梁直英講中醫放癌 精神科榮潤國教授講如何可以安枕無憂 此外有書院晚餐、歌別書院院長主持 學系開放參觀,中大人要報名參加的話 今日係最後一天,快點上網登記 www.alumni.k.edu.hk